RietchVue 打造舒適的行車體驗 Ultra-S3 地表最高CP值行車記錄器 哈囉大家好 歡迎收看這一集的 老司推車來啦 韭菜來啦 很多網友都資訊息如 雪片般傳來 就是本來車展裡面有一個 每天一台特價 只有車展期間 延續到車展之後 就是跟小屍的清倉大拍賣一樣 覺得不錯就繼續做 類似這種概念 2023年的OPPO ASTRA 沒有在意料之中定的一台車子 完全就是看價錢買 這個小時候 我印象中我父親的第一台車是喜美二代 第二台車就是OPPO的CADDICT 那時候連動力方向盤都沒有 發動起來整台車跟戰車一樣 轟轟叫 發起來整台車都在馬 CADDICT的這個車系呢 後來就取消了 由ASTRA取而代之 那短暫的台灣也有過這個國產 OPPO汽車那時候 在路上的能見度是非常高的 不遜色於現在 你在路上看到馬自達的頻率 所以這個對 我這個年紀的車主來說 這個是一個有情感的品牌 所以我本來一開始出來 我就很有興趣 但是看到定價呢 我們就跟冬天的小鳥一樣 縮起來了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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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車展逛 有特價好 那就處理了 但是很多觀眾朋友以為我買的是這個99萬等級 錯 我們買的是125萬的GS輕車版 所以我們不是買99萬那個等級 那我們買的價錢也絕對超過99萬 為什麼沒有買99萬的 因為99萬有限定顏色 當時我們去那天它限定的顏色是灰色的 但是我們跟阿呆我們一致 當天有去的所有的人員 工作人員 我們一致無條件通過 一定要買黃色 包括我自己 我覺得這個車如果不買這個芥末黃色 我真的對不起我自己 那時候它99萬的促銷沒有這個顏色 我們就買等級比較高的 有這個顏色 真的啊 黃色現場看蠻有質感的 而且呢 我覺得OPPO它的對於車色啊 車漆啊 調出來的顏色我覺得蠻講究的 其實如果到現場看到其他顏色啊 其實它們顏色都會顯得比較透明感 比較活潑一點點 所以對於車漆我覺得它做的還 這一塊我覺得它做的還不錯 再來呢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是1200cc 好那這個引擎呢 就大家眾所皆知 跟血鐵龍 跟標誌 是一樣的 我們之前試過的 1.2的那個引擎 130匹馬力在5500rpm的時候 發揮最大扭力 23.5公斤米 1750rpm的時候 那它是這個使用巴速ZF的手自排便物箱 所以它不是雙離合器的便物箱 全車系它都是6氣囊 有ACC 車道置中 車道維持 還有這個盲點 然後它有那個辨識交通限速的一個功能 我們這一台呢 跟旗艦版喔 差別就是沒有這個LED的 矩陣式的頭燈 輕車版是有黑化的Logo的 然後引擎蓋折線凸起 做一個尖角在這個前面 然後呢 整個整體造型都是方方正正的 那包括這個水箱護照跟下面的氣把 都是用黑色亮面烤漆 這個是它的日行燈 它會呼應它的後尾燈 形狀是一樣的 輕車版的鋁圈是這個17吋的 225 45 17 那你如果是旗艦版的話呢 是18吋的雙色切削 那但是呢 我個人在看過實車以後 我比較喜歡亮黑烤漆的這個 我覺得雙色切削 我看起來比較 我覺得沒那麼好看 它的日行燈就是它的方向燈 是同一個 哇 有沒有 剛講完 那就變給你看了 有沒有 所以它有鑰匙的感應 因為鑰匙現在在我身上 它感應到鑰匙 你看它整個門 沒有任何的邊條 沒有任何的下門檻 等等的一個裝飾 整個都很乾淨的流空 輕車版有黑車頂 還有這個黑色亮面烤漆的這個 後照鏡 側面這邊做了一個 很像雪窗的造型 兩格 但是它不是 它只是一個飾板而已 屁股也是蠻漂亮的 這個我們最近喜歡尿的 車子的頭跟尾 有沒有 這個虎頭蛇尾 有沒有 屁股做的很潦草 車頭做的很認真 所以它的屁股呢 整個線條跟車頭有呼應 尤其它這個燈 再來 也是它最特別的 它的第三三二燈是做直立式的 而且我發現這台車 吸睛度真的蠻高的 尤其又這個顏色 我那天開車回家 第一天開車回家 我在停紅綠燈 我就被認出來了 騎摩摩車 你知道載小朋友 他騎摩摩他回過頭來看 就可以看到是小屍 嘿嘿嘿 呵呵呵 然後他說原本是看車很帥 想要看一下 所以這個車我覺得在路上 只要你是對車有一點興趣的 車友啊 你都會想要多看一眼 我覺得買車就是這樣嘛 就跟這個交女朋友娶老婆一樣嘛 要會想多看一眼啊 不要連講話都不想講 呵呵呵 對不對 還分房睡有的沒的 阿呆你是屬於那種要一起睡的嗎 一起睡吧 我是說 比如說 欸寶貝12點了 我們一起去睡覺這樣 啊只有兩個一起睡 同時去睡這樣 搞不好你還沒有要睡啊 他要睡我就會跟他睡 你就會跟他睡 你確定你去的是想睡覺嗎 反而不用睡了 哈哈哈哈 後面的AZTRA的字樣 跟這個MARK也都是有 黑化處理的哦 欸這裡有一個煞車燈哦 還是倒車燈 還是我現在去打 我現在去打好了 倒檔哦 好來倒車燈 他是倒車燈哦 嗯 保桿下方也全部都是用 這個亮黑色的烤漆哦 然後他的後車廂的開啟方式 跟之前那個福斯很像是這樣 而且我覺得很帥哦 他這個閃電的形狀還會超過 你一般福斯他就是整個圓的嘛 然後他竟然還把閃電做超過很屌 好然後就是這樣把它開啟 然後看到一系列歐寶商品 很帥耶 歐寶的愛迪達聯名款 哦這裡也是歐寶 基本上這個車我覺得用料是還不錯的 來你可以看第一個 我最喜歡看的這種 我很喜歡看這個小細節 好不好 第一個你看它這個是長的絨毛 那你可以摸看看 這個跟我們一般看過的時候 你很少可以摸到這種 長的絨毛對不對 嗯 然後板子很厚 再來第二個 後面全包嘛 好一般掀開會讓你看到有沒有鐵鍵 烤漆鍵 但是它這個基本上都是全包的 那這個沒有什麼 這個就是用料隔音 它的成本就這樣而已 我跟剛剛分享為什麼我會 你們可能聽起來會覺得什麼 好像很多好話 欸不是業配 業配史宣家 哈哈哈哈 因為坦白說啦 它在我們心裡的價值感 在我 在我心裡的價值感其實沒那麼高 我原本就是認為說 歐寶的車不會一百二十幾萬 次之以鼻 你知道當時是這樣啊 你賣一百二十幾是等於你覺得你比福斯購福還要好 所以它才會開這個價錢 所以呢 我當初為什麼一開始我沒有買 這個九十九萬的時候我才有興趣買 就是我心中認定 我覺得它差不多就是這個錢 所以我是用著一百萬這個的心態來看它的 所以我會覺得很多東西都超出我的期待 而我這樣把前因後果講清楚 觀眾朋友幫你倒讀一下 好那第二個就是說當然我還前面我就講了 我們對這個年紀對這個車是有感情的 你小時候看過的東西 長大又回來會興奮 就像現在如果看到這個小哲園 或草莓牛奶又回來拍AV 還是不會看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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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如果說小哲園的女兒 草莓牛奶的女兒 那OK 情感面我們支持 啊自己出來不要 哈哈哈哈 板子 哦板子裡面是有一個加成的 哦這個也是蠻認真的 跟那個我們上次看S-Trail一樣 做兩層 這裡又做一層 其實它大可不要做這一塊 這個裡面應該是補胎劑 反光衣 跟這個警示牌 這邊就可以看到板子 來我來把它傾倒看它有沒有平好不好 啊會不會這一層又是因為 要平整化 要平 沒有很平啊 稍微有個段差 矮一點 它這個塑膠封得很密啊 你看它封到這邊來 我連要按它的這個後板筋的那個封膠 都按不到 有沒有正常我們看有沒有撞 不是會去指甲摳那個 嗯 那封起來我沒辦法按耶 還真的找不到一個地方按 不過這一塊應該是塑鋼的啊 這塊不是板筋你看 這塊應該是塑鋼的 門板 它這一塊不是用皮的 是用麂皮的 輕車版跟旗艦版才有麂皮的 這邊有烤漆 這邊有一條氣氛燈 這是氣氛燈吧 嗯 對 自從我看了Yaris Class以後 我都想說是 那個中國節的線 還是 還是燈 還是真的是燈 說實在真的看不太出來 晚上可能才看得出來 中控電動窗開關總層這邊 是用亮面的鋼琴烤漆 那座椅也是這個叫做什麼 人體什麼脊椎保護協會還是什麼 AGR 所以椅子坐起來 我自己覺得包覆性跟這個舒適度軟硬 我覺得都蠻舒服 支撐性也還不錯 六項可調兩組機 只有駕駛座有喔 中間是幾皮 兩側是這個皮的 但是副駕駛座就是手動 我跟你講副駕駛座還是 轉盤的 我真的覺得這個東西為什麼40年不改 這很厲害 然後你可以看到像這種隔音的材質 它都做得比我們一般的平價隔覽車來的粗 肉眼可見吧 隔音材啊包括這個裡面都有做這個橡膠 都是屬於比較粗的 那材質都是彈性比較好的 這個其實一摸就知道 這邊都有直上絨毛喔 我看椅子板這邊有沒有做隔音喔 有一樣都有封起來了 前面三片雙層玻璃 10吋的數位儀表跟10吋的中控車機 我跟你講這個中控車機很厲害 很好很棒 它黑色的範圍比會亮的範圍還多 面積啊 你單純以面積來看它這個黑色的面積 加起來比這兩塊10吋還多 然後我覺得它這個 雖然我覺得它這個觸風口做的有點北藍 你看喔 它觸風口做這個總承 以後你要換觸風口應該是要換這個總承 然後它的調整是 媽的在這 這是很北藍的做法 有平靶 但是臥感偏細 盤勁偏大 這個全車系都配有這個換檔撥片 雙控台有兩個Type-A的資訊連接跟充電的 螢幕下面一排的這個操作介面 這個雙電熱椅包含有 有方向盤加熱耶 我們這配備不錯耶 我買的都不知道這個東西 它沒有通風椅啦 方向盤有加熱 冷氣出風口下方 把它打開之後有一個置物盒 置物盒裡面有直絨毛耶 那它這個置物盒呢 有做一個蓋子 這個卡墊雖然看起來會乾淨 可是我不知道久了以後 會不會有環保材質黏的問題 或者是捲簾破損的問題 因為我們修了很多這種 車子老了以後的這種捲簾式的 都很容易脆化 而且有可能買不到東西 這個我們上次在408看到的排檔系統 我很喜歡的 排起來非常有質感 唯一的壞處是P檔按鈕太小 我常會還會miss沒按到 按鈕做的有點小夾子氣 在下方就是它的電子手煞車 但是它沒有Auto Hold 這台車有個壞處喔 你有沒有發現我坐在這邊 它的門開度很大 我拉不到門吧 所以我在家我上車我要出門對不對 我都拉這邊 你笑你來拉 我自己拉我拉過啦 你有拉過你也拉不到 我拉不到啊 對啊這個 它門太開了是不是 是它門太開了嗎 不過它這個門是分段式的 所以它門有三段 一段 兩段 三段 我現在每天出門上班 我都拉這裡 我很怕哪一天門板被我拉出來 怕整塊門板都拉破了 手套箱裡面呢 也是滿滿的直上的絨毛 防止噪音發生 這個車如果依我的身高 讓我開的話 後座應該會很悲劇 對方向盤的調整 好上下 前後四項都可以調整 OK 來看一下後座空間 噢 幹 悲劇啦 靠腰啊 進得去嗎 啊不行啊 我腳都進不來 我基本上我整個都擠住了 這裡雖然有挖洞 但我已經緊繃了 我坐的位置比較退 真的 認真講 你們自己去坐看看好了 我相信大家應該看得出來吧 這個位置其實滿躺的 參考價值不高 還是大家要看一下阿呆的座位 你說我的駕駛座位 對啊 看我去哪 你弄駕駛座位 然後你到後座坐給觀眾看好了 不然 等一下觀眾說我媽的 破壞人家的那個 好啦差不多 168啦好不好 號稱170啦 還可以 椅子是滿好坐的啦 就是前後有點小 所以你們自己 觀眾朋友你們自己要去試看看 那最棒的就是 我常常在講的 為什麼車廠都不喜歡 把天蓬都坐全黑就好 我聰明一點 全部都用黑的 飾板 B柱 ABC柱 裡面全部都黑的 對不對 又不用怕它髒 好再來有後座出風口 後面呢有一組Type A的充電 下面還有一個小置物盒 啊 等一下 很濃 欸 嗯 欸 呵呵呵 等一下 欸 這個出入你看 我的頭是 已經 快到 剩一個旋頭 不到 好 所以我這樣過來是 撞到這個的 所以我要 縮一下 保護頭部 保護頭部啊 現在到它的 線交層上 我頭部要保護一下 媽的 好啦 不看後座 其他都還不錯 那剩下 我們就出發 跟大家分享一下這台車 開起來的感覺 Let's go Reach View 打造舒適的行車體驗 Ultra Dash S3 地表最高CP值行車記錄器 什麼叫做銳利的螢幕 大家看一下 哇 真的這個螢幕非常的銳利 這是另外四角 這後面是這樣 很銳利喔 真的蠻銳利的 而且這個字也是沒有毛邊 來第一個壞處跟大家分享 媽的 每次上車都要做這件事情 就是按出車子 然後把怠速起筆前的行車 關掉 這顆引擎 我有發現 這顆引擎 有一個很大的 我覺得不好的缺點 就是它的運轉品質略為粗糙 尤其是在熄火跟發動的時候 你會聽到引擎有一個 金屬那種 啪啦啦的那種敲擊聲 我試看看現在有沒有 熱車包有沒有 喔對 它熄火一個 有一個聲音很好聽 你看喔 很帥有個環繞音效你們聽到 環繞的音效喔 它是環繞的喔 像以前那個 在測試音響那種 嗡嗡嗡 超立體聲喔 它不是只有一個喇叭給你一個特效音而已 它是一個 一個環繞音響立體聲 很屌 好我們來聽到它的引擎發動 聽不聽得到那個 我說 品質粗糙的聲音 還好熱車比較好一點 好 如果你們有去試車試試看 我覺得 這顆引擎 洗P系統 你看又要從它 每次上車 不是 它如果有一個快捷鍵 我覺得就算了 但是它就沒有快捷鍵 那跟我之前的BMW2系列一樣 唯一你還有一個方式 可以不要做這件事情 就是一上車就按S4 它按到運動以後 整個鍵面都變紅色的 然後你如果按標準的話 變成藍色 那應該是綠色吧 對一口 其實這台車我覺得 以它的動力 我在路上的行駛 我用標準模式 其實就還滿好開的 它 起步有一個抖動聲 有沒有聽到 就 就起步了一下 對 它在低速 扭力不足的時候 會有一個抖動的聲音 會從那邊傳來 這個我記得 我在試408的時候也有 我一直在說 它的運轉品質沒有很好 所以這個是一樣的 狀況 有沒有 有沒有聽到 露露露露的聲音 它這個有一個缺點就是 以前的歐寶也有這個設計 就是當你車子靜止之後 它會幫你跳到空檔 所以它明明是一個 ZF8速手勢排的變速箱 起步開起來啊 像DSG 像雙離合器變速箱 對 你有這個感覺對不對 因為它要等你煞車踏板確定 跳開之後 所以你會約末有半秒鐘的時間是 在等它 在等它入檔 有沒有 咕嚕咕嚕 有個聲音 我不知道錄不錄得到 然後再加上它引擎三缸 又本來就會有點抖動 加上那個入檔的感覺 有一點扭力不足 會有點像濃稠濃稠 我們講濃稠濃稠 引擎就是不太有力做 能引起的那種震動 所以在起步 起步的時候會有一個粗糙感 好但是呢 開起來以後 哇我跟你講這車驚為天人 首先它的底盤呢 我只能說非常棒 鋼中帶柔 你可以很明確的感受到你的路感 然後它是屬於比較運動化的那種 底盤的感受 但是呢 它又不是那種死硬 讓你一直彈跳 有沒有 剛起步轉速還沒起來的時候 你會覺得 會有一種放離合器的感覺 就是當你低速扭力不足 有點震動感 所以它在起步 速度還沒起來之前 其實會有一點粗糙感 然後再來一個隔音真的非常棒 雙層玻璃 讚 我們不知道已經講雙層玻璃 講幾集了 我第一次開到這個車的我的感覺是 它是一台非常年輕的車子 所謂年輕的車子是說它的底盤開起來的感覺 非常適合有年輕人的感覺 就是說如果是二、三十歲的時候 我開這個底盤 我覺得哇 很有樂趣 這個引擎喔 在這台車上面 0到100大約是在10.2秒 這樣的加速讓大家做一個參考 再來它的Sport模式如果按下去的話 方向盤會變重 路感更明顯 而且加速 剛剛我沒有加油門它自己衝出去 所以這個在方向盤上面跟引擎的動力 變速箱的變化上面 都會有運動的感覺 來下一個缺點喔 它的盲點只做一個LED的燈泡的大小 所以它的盲點很不清楚 當我打方向燈的時候 方向燈甚至比我的盲點還要清楚還要亮 所以非常的不顯眼 通常你會需要盲點的時候 就是你要變換車道的時候 所以你一定會打方向燈 然後你一看過去 你只會看到那個方向燈的亮度 你不會看到那個盲點的亮度 所以這個部分 我覺得是蠻大的缺點 切換到標準模式之後 方向盤就會比較輕 虛位會變比較大一點 虛位會變比較暗 這台車我開了一陣子的感覺 我覺得它的動力跟不上它的底盤 好結束了 我們可以回去了 其實這一個部分有讓我驚豔 就是以前我的記憶當中 歐寶並不是一台以底盤著稱的車子 給人的感覺沒有什麼特別的長處 我只能講它在我們那個時代 我只能講它在我們那個時代 歐寶並不是一台以底盤著稱的車子 我們對這個品牌的一個印象 它就是一台很均衡的車子 你說特別安全嗎 也許以當時它的價錢來講 真的是它的鋼板是做的滿意的 因為那個年代 只能用鋼板來判斷車的安不安全 那個年代是這樣 然後再來你說它的引擎有特別出色嗎 好像也還好 而且還蠻會抓溫度 氣缸床墊片還蠻會充的 那個年代 然後你說它的底盤有特別的 sporty運動化適合年輕人嗎 也沒有 內裝做的很精緻嗎 也還好 所以它其實各方面沒有一個特別 建長的地方 或者是什麼 勇奪什麼賽事的三連霸之類 都沒有那種東西 沒有那種光環 所以呢 這台車除了當初看它外型很帥 買回來以後 沒有料到說它的底盤這麼出色 這個是我當初真的是屎尿未及 相較於它的底盤 動力沒那麼出色 雖然是這樣 但是其實並不會影響我們 大部分的日常使用 那當然我剛剛指的是說 如果你想要比較激烈的操控 跑一些山路 甚至你要去力寶跑一下 我認為它的動力是 跟不上它的底盤 國外我記得有1.6渦輪 有電火核的版本 那台灣就是目前就是這個1.2的版本 國外還有柴油 所以說這個目前呢 我們引進的這個1.2版本 我只能說在日常生活使用上面 是不會構成什麼混淆 就是該有的超車 極加速爬山 130匹配在這個車上面 是夠用的 但是如果說你想要要求更高的 運動化的話 可能馬力會不太夠 官方公佈的油耗 市區14公里 平均17公里 高速19公里 那因為我還沒有開一桶油 我這個才開了200公里而已 所以還不能幫大家測 再來它的跟車 跟車系統蠻不錯的 它是全速域的 對不對 然後你看它有一個OK80 我如果按OK的話 其實它就開始跟車 它會判讀路牌 這個系統跟高速的跟車系統 我覺得有一種 有點像是兩個系統不一樣的東西 它很適合用在低速的平平走走 你看我如果按OK 對不對 它現在是它幫我開的 你看它偵測到前車 我現在沒有煞 煞車跟油某在那裡 它幫我跟到停下 贏了 雖然煞的有點急 然後AUTO HOLD它直接啟動 除了這個方法以外 這台車沒有AUTO HOLD 據說它這套系統都是這樣 就是跟標誌學聯絡都是這樣 它沒有AUTO HOLD的焊鈴 好現在起步了 我就油門踩下去 它就繼續跟 它這個再次去跟車是這樣 那高速的跟車我覺得滑順的 然後它有車道至中 我覺得是還不錯的系統 也沒有覺得有什麼比較突兀的地方 那就是在市區跟車那煞車有一點急 就這樣 其它還不錯 這車看起來比我想像的還好輕快 那天你有同寧口開回來 對啊 你不覺得比想像好開嗎 是蠻好開的 但是渦輪的持續有點重 渦輪的持續也重 你用support的嗎 沒有我用一般的 好 我們等一下上山去試一下 我還沒遇到渦輪持續 不是耶 你是拉起步就踩緊繃 我覺得它油門你踩運會 慢一個電池 沒有厚頭厚 那拉去的話我如果踩油門那會怎麼 會 你怎麼知道 我試過啊 看你會吃這種無聊的東西 好稍微吹一下 對啊 我目前油門是沒有踩到底的 那我是覺得這樣子啦 就是說它的這種加速的引擎聲啊 我不知道差在哪裡喔 阿呆 你幫我想想看就是 它這種引擎的濕吼的聲音啊 當然它還是有嘛 但是卻不會讓我們覺得說是牛叫聲 我們會覺得是性能車載發揮的聲音 到底是差在哪裡 聲音的頻率嗎 比較低層也比較高亢 我覺得蠻奇怪 就是我相信我們收音觀眾朋友 應該剛剛爬坡也收得到這個引擎的聲音 但我覺得這個聲音就是在體感上面 我們聽起來不會讓我覺得說 欸這好像牛在叫啊 還是很辛苦啊 還是怎麼樣 起步真的是比較弱啦 就算運動模式起步也是蠻弱的 沒有那種一踩就衝的感覺 但是速度只要讓它轉速上來以後就OK 我覺得背面向邏輯很好啊 但是無論我過彎 減速過彎銜接 無論我在哪一個轉速 我在哪一個狀況 在加油門 我都覺得它可以銜接得很好 沒有任何的頓挫感 其實我現在3500轉 我踩了煞車 現在3000轉 過完2900轉 我再踩油門 它就接續我的 接續我的力道 換檔邏輯我覺得還蠻不錯的 有 我跟你講就是 你在急加速 想要超車 或者是加速的時候 會感受到半秒的 渦輪姿勢 很棒喔 半秒 但是不是那種讓你很疲軟的 你會開車的人 會感受得到說 軟一下下出去 欸很棒啊 真的 我覺得外型過了 其他我都可以介紹 哈哈哈哈哈哈 沒有啦 因為剛好這台車呢 它最 我剛剛講的缺點嘛 就是這個後面 後車廂 後面的空間 還有什麼缺點 沒有Auto Hold 除了這兩個以外 其實對我來說 我覺得因為 剛好空間的需求 我沒有那麼大 所以這個車讓我日常代步 我就會覺得很棒 我跟我老婆兩個人坐得舒服 而且我看我老婆坐這台車 好像也都沒有開開腳 應該這台車還不錯 哈哈哈哈哈哈 人肉測試儀 沒有發出警訊 應該這台車還不錯 有蠻多網友 知道我訂這台車以後 都有傳私訊給小師問說 他其實他去現場看過這個車子 他也試開過 他覺得不錯 但是他就是愛於後勤等等 他就問我說 這個 什麼看法 可不可以買 因為他很心動 尤其他這一次 調降價錢以後 我相信很多人都很心動 對於他的什麼摩卡 其他車子 很多人應該都蠻心動 他就問我說 那這個後勤怎麼辦 我說這沒有怎麼辦 這就是賭 對嘛 因為他是空間隔這麼久 才又回來的 那跟MG很像嘛 我真的我也不知道 他後面會怎麼樣 對不對 所以很多人對於他這種 大跳水 很多人在網路上 就議論紛紛說 是不是準備要逃難 準備要斷頭殺出爐 還是怎麼樣 不知道 有一些網友就會開始在那邊留言 那基本上我是這樣 我是這樣子回答這個網友 我說其實我在買這台車的當下 就是我覺得 我很喜歡他的外觀 跟第二個我剛剛講的 我對這個車是有情感的存在 小時候的記憶 對這個品牌的記憶跟回憶 那我相信 也有很大一群人 對於歐寶的回憶跟記憶 是跟我一樣 情感是跟我一樣 或是類似的 我相信一定有這樣一群人 所以每個人呢 對於這個後勤都會有一些疑問 那我回答這個網友是說 在我買這台車的當下 其實我就沒有去考慮過 後面會怎麼樣 那我明白這是有風險 也許會更好也許會不好 但我覺得這個東西 這個你們自己去思考一下 這個我覺得會有點類似 在買標誌雪鐵龍這一類 比較沒有那麼熱門的車款 都會遇到這樣的問題 我發現大部分會買這個車的人 有人在管二手車價嗎 應該是不在乎了吧 對我覺得其實沒有 就像我講的 每次我在講到這些冷門車 我就說其實這些車呢 在社團裡面大家互相求售啊 賣來賣去 社團裡面可能就交易掉了 那除非你急著用錢 你真的已經換車了 你逼不得已 你要賣給車廠 那可能車價就會很兇 就跟當初MG來一樣 你問我說MG的二手車價好不好 我不知道啊 我也要觀察 看有沒有出事啊 看有沒有擺爛啊 等等啊 所以這個後面的二手車價 還要看這個原廠 經銷商的一個做法而定 我是認為呢 基於一個情感面 不希望這個廠牌再受到傷害 因為它曾經受傷過 那再來說 它這次既然它已經加到 這個大集團裡面了 然後有些東西 我認為是比較普遍性的生產的 那我也希望說它的妥善率 或它後勤維修的難易度跟價格 都可以得到有感的 平易近人一點點 那我覺得這個車才能夠 長長久久的經營下去 好再來一個就是它的定位的問題 它的價錢雖然開的比夠不高 那它配備應該 我記得應該是有比較好的 但是呢 你要想到一件事情就是 福斯在台灣已經做多久沒有斷過了 在路上的能見度其實現在很高了 你是一個很久沒有回來的牌子 那你現在回來之後呢 我認為首要你應該要先把市占率做提高 再來討論說要賺多少錢這件事情 先有曝光嗎 對啊你曝光度 話題度跟這個市占率高 大家真的還不錯 現在的歐寶真的還不錯了 然後我有什麼問題 我回去原廠都有幫我做好妥善的處理 慢慢的你這個口悲開了 你看MG難道是一出來就賣到爆嗎 我覺得沒有 我覺得它至少過了一年才整個爆單的 所以我認為想要市占率沒有錯 再讓這個消費者去觀察一下 你們對於這個後期的處理跟誠意到哪裡 慢慢的你的市占率才會越來越高 好這是我個人的感覺 好啦我講得很認真啦 因為我們對這個牌子是真的是 小時候還蠻喜歡的牌子 我覺得還有一個要照顧一下老車主 你看人家那個商戶 商戶是因為Saba沒車了 你覺得現在商戶如果Saba有車在引進 難道他會不會很多人想跟他買車 對啊所以其實我真的覺得這很重要 你代理商對了 有口碑了 你進什麼車都跟你買 還有一個真的 我當然知道說像有一些會覺得說 以前的歐寶又不是我賺的 但我是覺得說其實這一些 假設到現在都還在開歐寶汽車的人 你有沒有想過這才是你最大的客群 他忠誠度那麼高 還是你覺得他都沒錢換車 所以開到現在 對不對 我是這樣覺得這才是客群 所以有時候大家七七八八 錢誰賺 反正你要以服務為終止 當然不是叫你不收錢 也沒有叫你保庫 對啊就是看可不可以幫個忙 德國那邊還是什麼 有沒有料叫不叫得到 畢竟我們資源比較多 對不對 來協助一下這些老車主 搞不好 但我是不知道他現在有沒有在做 對啊我是希望說如果這樣子 把這個品牌的精神延續下去 就會越來越好 欸他限速100有沒有 這邊限速100 他定速不讓我超過耶 跟車啊 我靠我按上他 他最多就給我到101而已 不是啊台灣是110耶 是吧 這條100但純Q是到110 對啊可是他覺得 他認為這個是100 對 要超速你自己超速 你自己採油門超速 我不幫你 是這個意思嗎 對 這樣他就不用負責了 啊對對 也不是這樣講 那其他的都可以啊 其他的盯到200都可以 他會負責嗎 你被扣牌他會離皮嗎 我現在是在盯住當中 我腳收起來 對啊他不讓我再上去 往下 欸往下也不行 我怎麼 啊幹我按錯鈕了啦 白癡喔 有啦可以啦 我想說那麼聰明 喔 就是一郎 就是一 我想說那麼聰明 這麼100就不可以超過 啊 結果我天台一直在換台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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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哈哈 啊這四位 啊喔 白癡啦喔 屁屁啦 這白癡啦 啊 啊 丟臉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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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